我不明白为什么德拉基有意让欧洲央行保持低利率 考虑到欧洲的情况 杰阿卢卡、贝尼格诺博士来自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距离英国公投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你认为欧盟在下周会有怎样的举动 富士100指数、波动率指数和其所对应的货币相比 处在了前所未有的低位上 那么你认为市场处在担忧情绪中吗 对于我来说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任何的担忧的情绪 再往下看 在下个星期会不会有可能看到来自于市场和欧盟部分地区做出行动 就像你提到的 我认为在货币领域会出现很多的波动 而不是在股票指数领域 这是部分的因素 但是对于我来说 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 很大部分取决于富士指数的结果 有可能不是在下一个星期 但是一定是在英国退欧公投之前 中国的出口数据将在本周公布 上期的数据显示取得了一年内的最大上涨 进口在三月份上涨了11.5% 该增长将会对全球市场带来影响吗 通常来说的话 该数据点并不会给这期的数据带来任何的暗示 所以说我们需要关注 即将在本周出台的准确的数据 也就是在明天一天之后 以及我认为这样的数据趋势将会继续地进行下去 然而我并没有看到 这对于全球市场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在本周晚些时候将会迎来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业生产 你认为欧元会有怎样的走势 尽管最近欧元出现了升值 工业生产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对于意大利来说 因为在上一周公布的意大利的一些相关的数据 结果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周五公布的来自于美国的最新的数据 这也会给欧元的进一步升值 做出贡献 在我看来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因为大多数的欧洲国家 尤其是商品出口国家 需要欧元贬值 但是周五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 让欧元开始进入了升值的势头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 不会带来任何的好的结果 在周四将会迎来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珍妮特耶伦说过 对于欧洲央行来说 逐步并谨慎地进行深吸是比较合适的做法 你认为欧洲央行会做出回应吗 以及这表明了美国作为全球性的角色 仍然影响着欧盟吗 这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观点 德拉吉先生在周四的欧洲央行会议中表明 将会尽可能地长时间地保持低利率 而在我看来 只要是德拉吉还是欧洲央行的行长 就会有意地去保持低利率 不会去采纳美联储耶伦的建议 而与此同时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需要升息 因为就目前欧洲的经济形势 并不像美国经济那样的理想 欧洲拥有着很高的失业率 当前的国内生产数据也是十分的疲软的 经济正处于困境当中 所以我不认为现在应该考虑升息的问题 哪怕是逐步的和谨慎的 好的 感谢你的参与 贝尼格诺博士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祝您周末愉快 下周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再见